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時醫生uni 這次的六月新娘中 你比較喜歡誰呢 之後我們會舉辦一個投票活動 再請大家投票給自己喜歡的六月新娘吧 今天就讓我們來科普一下 六月新娘這個詞吧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聽過這個名詞 它由來有兩個 一個主要是來自於氣候 另外一個則是跟神話故事比較有關 六月新娘的遊玩呢 它是從西方國家傳來的 主要是因為在西方四五月的氣候都不是很好 到六月的時候因為氣候宜人所以適合結婚 也有人說因為四月雨會帶來五月花 到六月就是所繁華盛開的時候非常的浪漫 第二呢則是跟羅馬神話有關係 六月君這個詞是有羅馬的一個女神 Juno而來 Juno是掌管女性和婚姻的女神 相傳呢你只要在六月結婚 就會受到Juno的祝福 以上就是六月新娘大致的由來 這一次團隊會特別舉辦這樣的活動 是因為六月有這樣一個美好而特別的傳說 而在疫情全球升溫的情況下 希望各位玩家還是能感受到一些幸福的氛圍 都是兩個技能組在一起使用能夠發揮更大的破壞力喔 新娘艾莉亞先使用頭之捧花攻擊對手 累積強化防禦之後再施展幸福終身 她之前強化了多少防禦之後就會強化多少的攻擊力 很有可能一口氣就把對手給放倒 而新娘蕾莉亞則是利用四月指環 造成對手行動不能之後 再利用切蛋糕的被動技能 一口氣命中行動不能的目標並增加對她的傷害 就是用戒指把你給套牢之後再來把你給痛哉一頓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非正規情報戰 請密切留意我們的粉絲專頁並參加我們舉辦的活動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